现在时间2024年10月5号 欢迎收听圣洁诗话诗说 说说说 嗨 欢迎回来 没错 大概有两三周没有录podcast了 原因是因为中间去了一趟香港 为什么就是去香港呢 原因是因为 嘟嘟她有一个诗资课 老师的诗 资料的诗资诗课 就是你也是一个教练 你是一个老师的专门课程 另外来教其他 他们学完之后教其他的学生的 那是残柔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去他的IG看看 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运动 那在台湾其实还没有到很红 还没有到很多人知道 可是其实在蛮多国家 都已经是非常 闲为人知的 很红了 然后大家也用来可能做 用于复健啊 治疗啊 运动啊 然后就有点像瑜伽类似这样这样的感觉 皮拉提斯 OK就是做了你会更好的那种 或者是如果你正在从事某一些运动 你学了残龙之后呢 他可以去加强你的运动表现 例如说可能你是棒球选手 或者你是羽球选手 或者你是网球选手的话 那你可以透过某些知识来获得一些提升 如果你们知道那个男子羽球选手的话 就是周天成的话 他也有在练这个残柔的 OK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你可以去他的IG看看 如果我不知道他到现在还有不在po啦 反正应该是有 OK那今天就 额对对对 额不对不对 我在进入正题之间还要再讲一下 对然后反正就是 额去了大概四天五天吧 然后我的生活的节奏稍微有一点点小小被打乱 原因是因为中间我们在香港的时候 其实还好啦 就是额也是一样去跑步运动 然后甚至这一次呢 是我首一首次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去带滚筒 你知道在旅行当中带慢跑鞋 带滚筒这件事情是 呃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样子好像是显得 you know 你很有那种 就是运动的习惯 然后你 你到哪里你都要运动 然后都要这个 很注重你的身体的健康等等的东西 就我觉得那感觉很特别啦 反正我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子过 那现在然后就是 有带滚筒去 那还不错 不过蛮特别的地方是 呃那个时候大概 我那时候去跑维多利亚港 那如果你有去过香港的话 你就应该一定有去过维多利亚港吧 那不可能没有去过 那个地方是蛮漂亮的 就是城市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棒 有高雄的高雄林立的大厦大楼啊等等的 那会让你感受到就是 哇哦这是 嗯就是这个非常厉害啊 非常进步的文明的城市那种感觉 然后刚好又靠近港口 所以你可以呃 呃观观赏到那种很棒的景 呃这个高耸的这个人造物 哦 building这样子的景色 然后同时你又有可以自然的那种港口海洋 哦的这种感觉哦 那呃以前去的话呢 主要就是观光吧 就是去看看那个星光大道啊 哦不是就会有名人的手掌印在那个地板上吗 之类的 那这一次去的话 因为是都都要去上这个斯兹克的关系 所以我其实某种程度是连带陪着啦 哦陪他去陪他去那种感觉 那对我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就是我也很喜欢在世界各地各国 然后到处去跑步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感觉让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我好像一步一脚印的去认识的这一个地方 哦这个对我而言是蛮重要的 就是如果说像 不一定是别别的国家或别的别的地区哦 甚至在台湾 如果假设我住在宜兰 然后我在宜兰的乡间的这个小路上面跑步 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哦 就是这种体验我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我会感觉 我好像跟宜兰有更多的连结了呢 的那种感觉 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 那这次呢 在维多亚港的话 也有类似这种感觉 就是哇 因为我不只跑一天嘛 然后那个时候还 因为那个时候 台湾平均的温度还在34度 但是那个时候 刚好香港的 早上的天气大约有28度左右 所以蛮凉的 所以那时候跑破 我的这个刷新了自己的一个个人记录 这样还不错 所以那个整个状态是蛮好的 不过有一点小困扰的地方 就是我跑完步之后 要补充我的蛋白质嘛 对不对 然后通常我会想要吃营养健康的啦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这样选 然后我想说那我平常的话 我就是家里面会准备豆浆嘛 就是可能艺美的 或船柜啊等等 但艺美是喝最多 艺美有分Costco 你可以买到白色的那种包装的 那种大瓶的 也是那种类似新鲜物的那种 盒装嘛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在 大卖场去买到那种红色包装的 那种艺美豆浆 其实不一样 都是无糖的 然后我平常会准备 所以我回来我就可以直接喝 然后就可以直接 这个补充一下优质蛋白质 这样子 自己就觉得很开心嘛 那因为这次到了香港 然后我想说 啊糟糕 那我该怎么补充我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呢 然后我就到他的便利商店去找一下 7-11 结果一看呢 哇 这个香港的7-11 跟台湾的7-11 是真的天差地远 差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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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住的地区其实不是很差 是尖沙嘴 为什么住尖沙嘴的原因是因为刚好 嘟嘟的斯之客的教室 就在我们饭店的附近 就走路大概可能5分钟内就可以到的这种步行的距离 所以是很棒的一个位置 然后所以就住那边了 那我当然也就是 诶刚好 诶跑 跑大约5-10分钟吧 我详细没有记清楚 有可能是10分钟 跑一跑就到了这个维多利亚港 我就可以跑步了 哦 这个就很棒嘛 就是因为前面的 你就当暖身 后面你再来 呃 正式正式的训练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不是在一个相当莫名其妙的地方的便利商店 然后跟你哭说 哦 这个奇怪 他们这个东西怎么都没有那么 呃 没有什么东西 这样 不是 是尖沙嘴的 OK 然后我去了两三间 那我看了之后呢 大概 呃 可能别的地方是有不一样吧 但这个地方 我去的这两间 呃 刚好就是 他的豆浆的选项 其实没有很多 尤其是无糖豆浆的话 呃 我听我香港朋友说是 比较少人在喝豆浆 或无糖豆浆 这样子 所以 可能就没有这个东西 或很少 那 我自己 看的话是 只有 唯一 没有什么选择 就大概就是一个 一个品牌 然后 这个品牌里面的 无糖豆浆 大概 整个 库存 大概就四瓶 三瓶 四瓶 我就把它全包下来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就算了一下 蛋白质 我大概需要摄取多少 然后看了一下 它后面的 那个 那个 营养成分嘛 然后大概就是 三瓶到四瓶 反正 就买 买回来 然后就喝喝喝 一罐一罐给它 干完 这样子 哦 就是 这个经验 我觉得蛮特别的 但也稍微有一点刻苦 就是要 在香港去摄取 优质蛋白质 就是 豆浆 无糖豆浆 其实有一点点小辛苦 那当然 如果 更讲究一点 或许可以去 可能顶好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 那种大型的那种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那但是 就是附近刚好 比较方便的 就是便宜商店嘛 所以我就这样子去 选择了 好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这样 那稍微啦 就是 这一次 这次的旅行 也是蛮开心的 然后 回来之后 就 就 相信 就是有一些 关注我的 听众朋友 也知道了 那 也是我们今天的 主题 就是 yes 没错 我在IG宣布了 这个 嘟嘟怀孕了 那 我们 就是 升格当 爸爸妈妈 yeah 准爸妈 准爸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太 太骄傲了 还别高兴的太早 是准爸妈 不是真的爸妈 OK 好 就 也 对你们说一下 就是 不好意思 真的对不起 我 不想瞒你们那么久 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 我中间 我录好几集的时候 我真的一度都讲 快要讲出来 就是 我很不想隐瞒这种事情 因为我觉得 这是好事情啊 然后我也 希望跟你们 分享 尤其是 podcast的观众 因为podcast的观众 老实讲啦 我自己 个人认为 你不喜欢我的话 或者是 你对我没有好感 一定程度的好感 你基本上 不会听我的podcast 因为我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 我 我 然后我观察 我身边的人 也大概率会是这样子 就是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 这个KOL 或者这个网红 这个名人的话 你根本不想要听他的podcast 因为 我就听着podcast 然后可能手机放着 或者是什么 做家事啊 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嘛 或耳机听着 有些人是跑步的时候 什么 就是 那个声音那么近 然后 就是你知道 就是如影随形 你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的话 你真的不想听他的podcast 真的很反感啊 你懂吗 我连看到你 我连 听到你 我都不想要了 我才不管你 会讲什么样 很 很棒 很屌的内容 我不管你 我就不喜欢你 我不想听你说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 合乎常理跟逻辑的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 所以我就这样相信嘛 OK 所以 我 我会觉得 会愿意持续常常听我的podcast的人 某种程度对我都有 一定程度的好感 或者是 你真的就是喜欢我 或者是 你真的是我的忠实观众 忠实听众 这样子 那当然不是在说 你不听我的podcast 你就不是我的忠实听众 忠实观众 忠实听众是没错 你就 你不听我的podcast 你就不是我的铁粉 也不是这样算 我不能这样算 因为有些人他的习惯就是 没有要填podcast的习惯 反正 总而言之 我很想要 第一个宣布的 应该是要在podcast 我原本 预计 也是希望是这样子 但是后来是 出了一点小状况 原本是没有打算 那么早公布 或者是还在想说 到底该怎么公布 或要不要公布 这种 这种想法的时候 然后 刚好就是 出了一点小状况 然后 反正总而言之呢 细节我不多说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 我希望 大家知道 我们有小孩是 从我们这边知道的 OK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就 在IG就紧急的 临时的就 公布了这件事情 就是 很简单 很简约的 就也没有讲什么感想 因为我觉得 很多的感想 很多的想法 然后包括一些 一些你知道 detail 我希望可以在podcast里面 就是慢慢的 跟你们分享嘛 因为 如刚才所说 我觉得我对你们 或你们对我是有 某种程度的 羁绊连结 所以我们当然 可以多说一些细节 但如果是要公开给 外面的人的话 我有的时候 不是那么乐意 我跟以前的 我有一点差别 就是我现在 其实以前也是啦 就是我是蛮注重 隐私的人 所以 但是我 但是我虽然说 这样讲 但是我常常拍 我的隐私啊 你懂吗 我常常拍 我的生活 或什么的 因为我有些东西 我不想要把它想成 是什么隐私 还是什么的 我是想要 喜欢分享 尤其是生活 因为我觉得生活 很重要 我是一个 不太 不太会生活 不太懂得 生活的人 所以生活对我而言 是很重要的一个 学习的课题 所以我很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不断不断的 在努力 在学习 当然现在有 比以前越来越好 我越来越能够理解 或越来越能够享受 或者越来越会生活了 OK 好 首先呢 就是 这集不会有嘟嘟 OK 因为我们的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觉得说 嘟嘟 不一定那么适应 不一定可以那么适应 就是可能 目前的工作 就是荧光幕前的工作 或手机前的工作 OK 因为现在很少人看电视 荧光幕 比较贩子在电视上面 然后 反正 我觉得这个对他而言 可能 有时候会 比较容易有压力 然后 如果又没有办法 好好排挤的话 我觉得对他 也不是那么健康 不是那么好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因为他现在 是怀孕状态 你知道怀孕孕妇 是 很辛苦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在身心灵 都面临很巨大的一些 改变跟调整 所以他又不断不断 的去调整 其实已经 自顾不暇了 我不希望他 嗯 忙着还要 应付其他的事情 所以 我就没有邀请他来 这集的podcast 然后 未来有没有机会 在YouTube上面 拍一集 这个要再看看 但是 总而言之 podcast 我们一定要优先 毕竟 我们的关系 是比较 清静一点 好 那 这个呢 现在 OK 刚刚废话都讲完了 现在已经讲 15分钟废话 好 我们现在来进入这个正题了 这次呢 就是 真的 怀孕了 然后 内心是 我内心是很开心 当时都是这样子 就是 我跟嘟嘟 还有朋友 在日本玩 然后我们是去东京玩 然后 我们日本的朋友的话 也有到处 就是开车带我们去玩 可能去 群马 或者是 哪边哪边 这样子 我们一起来泡温泉 这样子 那这个是 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个旅行 很享受这趟旅行 因为 可以去到很棒 就很多很棒的地方 去泡温泉 尤其是 有一间还蛮特别的 它是在 江户时期 还是江户前时期 我有点忘记了 我觉得 我记得 没有错话 距今大概 也有百年历史 但是我忘记几百年了 因为 我记得是很久很久 所以 它的那个 温泉会馆 是这样讲吧 温泉会馆的 这个建筑物呢 本身是有 很丰厚的历史的 所以说你可以 如果你有入住过的话 你就会知道 它是那种 真的很老实的 那种格局 是感受得出 它的年纪 不过它都有 全部翻新过 所以是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是很享受的 一个状态 那 那个历史 文化的背景 这个 我觉得很 嗯 蛮 蛮 蛮 享受在里面的 然后里面泡的温泉 就 当然就 会觉得 哦 很棒 然后准备的餐点 也非常棒 那这次 这次去泡了两 两个不同的 温泉会馆的温泉 那 当然就是泡温泉嘛 就大家喝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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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清酒啊 然后 呃 说说风话啊 然后 聊天啊 哦 到处走来走去啊 干嘛干嘛 这样子 吃吃喝喝就 很放松 这样子 那 当然中间就是 也有 这个 某些时刻 这个天雷 沟洞 地火 这样子 那这个 呃 细节就 不赘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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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能 追溯 好 反正就 也是有 发生这样子 这个 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样 好 然后后来就 回来了 那回来之后 我印象蛮深刻的是 其实我们 大约在两周后 呃 就要再去上海 这样子 啊 因为我们要去 看 Formule 1 就是F1赛车 这样子 刚好在 呃 上海 呃 上海大赛 这样子 然后就 非常期待 那 中间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 也有喝酒 然后也有喝醉啊 或什么的 就是 也是玩得很开心 那 呃 后来我们就 去了 这个 上海 然后去看了 赛车嘛 就是我觉得 这个是 也是一个 很 很 呃 我们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 这个是一个 人生的一个 呃 算是一个 怎么讲啊 就是 一个一个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词怎么说呢 一个记录 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忘记了 人生的一个 里程碑 还什么的 我不晓得 呃 因为 因为我跟都都还蛮喜欢看 赛车的 这个F1赛车 然后 这次真的近距离的去看 而且我们的票是 呃 是 可以下 下去 那个停车的地方 还有修车的地方的 哦 所以 很近 然后也看到了很多 很棒的 呃 世界顶尖的车 赛车手 哦 真的很 很开心 然后也 蛮感动的 就是 哦 居然有朝一日 可以亲眼见证 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 上海当然 呃 很棒 因为我们除了去上海以外 还有去 昆山 也是去探亲 呃 昆山大概距于上海 大约 嗯 车程 一个多小时吧 也不是很远 那是探亲啊 因为有亲戚在那边 所以说我们 有的时候 时不时还是会 去昆山那边探亲 那 其实日子过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 在 那边就有 很多好吃的 然后 又可以见到亲人 然后一起 吃吃喝喝 走走 然后 很放松 就很开心的一个日子 然后 当然 想当然而 我 一样也有在 一些很不错的景点 跟公园 然后 在那边慢跑 哇 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在那边慢跑 那个感觉也是很棒 因为 那边几乎是 美如画 因为我们也有去了 呃 应该是 江苏吧 嗯 江苏 然后 然后反正也看了古镇啊 什么的 就 就顺便旅游嘛 也是跟 这个 亲 亲人们就是有 一个 共度一个美好的时光 好 然后 就这样子 回来了 那 在看 FM1 哎不对 还没回来 在看FM1的时候 那天其实风蛮大 但是 呃 所以有一点凉凉的 那 嘟嘟那个时候就 就觉得说 哎 虽然说 感觉很冷 可是他为什么感觉没有那么冷呢 嗯 就是感觉身体暖暖的 他那个时候就 在现场 他就跟我说 嗯 老公我觉得 不是大好就是大坏 我说什么意思 嗯 因为我月经 有迟来 这样子 就是 然后迟几天了 哦 忘记了 我忘记 他那时候跟我讲几天了 我说 哦 这样子 好好好 那 没关系 就 看 这个 因为 我觉得嘟嘟算 在我的印象当中 身体很长 很容易不舒服 所以 对我而言 他身体不舒服 对我而言是很常见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就是看说 是要吃止痛药吗 还是 要休息 还是要回去 还是怎么样 其实都 OK 这我已经 很习惯了 那当然 不可能回去 因为我们那个 票是非常非常好的票 呃 绝对不会有想要错过 然后 反正 就是有 他这 这一个顺带一提 好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 呃 坐飞机回来 坐飞机回来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 我们觉得 非常非常好奇 呃 呃 是 到底 为什么会迟来呢 然后身体的感觉是那么样的异状 那么样的 不同 那当然 我不是读读 所以我 我没有办法详细去叙述 到底有多么不同 这样子 那于是我们一 一回来 啊 一下飞机 第一时间 其实我们就去 买 这个 燕云棒 然后 我还记得 音响很深刻 是买一送一嘛 好 因为 我不知道他是怕 一个不准还是怎么样 还是一个行销 哦 反正总 总言之就是买了 买了之后 回去 呃 其实我也没有想很多 因为 呃 就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 我跟 都都是 2015年 呃 结婚的 所以其实到了现在 也 说真的 快要 十年了 已经九年了 这样子 呃 然后 这过程当中 我们 呃 其实 都有在努力 也就是说 打从 呃 结婚的第一天 呃 到 就是现在 所以我们 几乎是从 嗯 对 从来没有过 这个 避孕措施的 OK 那 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缘分 过来 哦 那 我们也觉得很纳闷 很奇怪的一件事 所以也 各自都有去做 身体的检查 然后 一直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 哦 然后甚至 就是 有些状况是很好的 例如说像 我们那时候还去了 这个101里面有一个 某间生殖中心 因为水准是很不错 哦 大家很多人推荐 然后 环境也很棒 然后也比较有 隐私吧 哦 所以我也有去 检查我的那个 金虫 不好意思啊 这个 要讲的比较 专业名词一点 金虫 哦 对 然后 请大家用这个健康的那个心态去听 哦 不好意思哦 鸡精虫 对 然后 呃 这个也是蛮特别 就是 它就 真的就是现场 呃 准备了一个 一个小包厢 房间这样子 然后 呃 里面就有 那个 A片嘛 然后你就可以 看 然后还有耳机 什么的 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 呃 这个 独自享受 等你享受完之后 的那个产物呢 就把它带出来 然后就可以 去当场化验 这样子 好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经历 其实真的蛮有趣的 就 当然我今天真的重点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细讲这个了 有空 未来有空的话 再 再跟大家分享 反正 总而言之 那个报告是这样子 就是检查我的那个精虫 是 那个状况是 非常棒 那 棒到什么程度呢 棒到是 你印象中的那个精虫 不是会这样子 诶 抖来抖去 然后 游来游去 就是 像无头昌一样这样子 到处 钻来钻去 对不对 你印象中的精虫 应该是这样吧 如果你不知道精虫 长什么样子的话 你可以去 上网查一下 那我的 我的一些 某些部分的 这个精虫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它像流星一样 什么叫流星 你知道吗 哇 这个跟FM1的 那个赛车一样 就是直接 直接就是 呃 跑的 就是飞快 而且是 一直线的 勇往直前 它不会乱钻的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 它直接 直直直直挺挺的 一直往前 一直钻一直游的那种 就 这个医生是跟我们 解释说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哦 就是 就是 就是它的成功的几率 应该是蛮高的 然后也 健康度啊 这个 这个活动度啦 我忘记它用什么样的一个词汇 就是说 这个状况都是 很好的 那我当然心中是放下一颗大石头嘛 就觉得 哦 这个那应该是 没事 但当然也产生一些疑问啦 哦 就是 为什么一直都 没有 没有缘分来 这样子 哦 这个 也 也 也蛮吊诡的 好 反正总而言之 我们都各自有去做了这个 呃 这个检查 然后 呃 但是因为 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然后都没有 所以 然后中间都 当然有的时候都会有那种 那种 这个 误报啦 就是 诶 好像迟来了 诶 诶 有点期待哦 然后 测验 没有 诶 诶 诶 迟来了 测验 没有 诶 测验 没有 测验 没有 就是已经太多次这种事情了 所以你想想看嘛 就已经那么多年了嘛 对不对 已经 呃 九年了嘛 都没有 所以 呃 这次的迟来 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样 那他只是说 他觉得 诶 身体的状况是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有点怪这样 那我想说 哦 好 因为 每次都不一样 所以我也没有 觉得太大惊小怪 然后 一回到 家 然后从上海 那个 下飞机 然后买完便利班 回到家 其实我 几乎啦 马上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就是 有点不贴心 不好意思 有点直男 因为 呃 我就是 因为 满脑子就开始 想的就是 可能要 要 工作了 可能就 要去看一下盘啊 然后 看一下交易啊 然后 分析一下 然后找一下 链上数据啊 等等的来分析嘛 因为我现在是 主要是 以投资为主嘛 好 然后我就 马上就进到 我的工作间 然后工作的房间 就开始 用电脑 然后再看 然后 我不只 我不只分享 呃 我不只 自己分 分析嘛 我也会看别人的分析 就是我 我觉得 诶 我蛮信任 或蛮信赖的一些分析师 一些交易员 那我看看他们的想法 什么的 我看看 诶 这个 刚好我这个 蛮喜欢的一个交易员分析师 是 Justin 他就上了这个 新的影片 我想 诶 那不然来看一下 好了 看看 他是怎么看的 这样子 然后 在过程当中呢 就 咕咕咕 大概是这样的声音 就是 嘟嘟就敲我的门 然后 然后我就说 诶 怎么样 我几乎好像根本没有转头看他 因为 呃 这个很常见吧 他就敲门嘛 我就是 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很奇怪 就 诶 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讲 我也没有觉得很奇怪 然后他就 没有 说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奇怪 为什么他没有 说什么 然后就 转过身来 因为我 因为我的 我的荧幕是 面向强 所以等于我是 面向强的 然后所以我是 背对着门 OK 我原本是背对着他 然后我就转过身来 然后我就看到 他拿着一根 验韵棒 然后是背对着我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结果是如何 然后他拿着一只手机 一直在拍我 他就这样拍着 那我就觉得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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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诶 什么意思 我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诶 诶 然后 我 他就 他就说 我忘记他说什么了 反正他意思就是说 就是 就是 你觉得呢 这样子 我就说 我说不要闹了啦 不要闹了 然后你觉得呢 或什么的 然后我就 我就 脑子有点打结 然后我想说 诶 我不懂诶 什么意思啊 现在是在拍影片吗 是在拍片吗 可是我们已经 很久 已经很久没有在 常规拍影片 尤其是这种 类似 嗯 prank的这种 这种 这种影片形式啦 但是他现在拿着手机 在录 诶 是在录什么 是 不太可能是为了要拍给 YouTube上面的观众 看的呀 我这是很奇怪 我们已经很少做这件事情了 然后他的眼睛跟那个 眼睛里面呢 是稍微有一点点 眼眶啦 稍微有一点点 泪水 就泪眼汪汪的感觉 但是没有很多哦 哦 先生 没有很多 我是细节观察的 然后脸稍微 有一点点 小小微微脏红 然后这个笑容 有一点点 怎么讲 有一点僵硬 有点夸张 哦 那个夸张跟僵硬的感觉 会让我觉得说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不然的话 不会那么硬 你懂吗 就是如果你要假装 或是什么的话 他假装不来的 他演也不像 我老是觉得 他不当会演戏啦 然后 他就这样一直拍着 拍着我 然后他拿着 拍着那根 雁云棒 然后又拍着我 然后雁云棒又一直 是背对着我的 我也不知道结果 我说 好了 不要闹了啦 不过 我说 我说 不过 我看你的表情 是有像哦 不错哦 我的不错的意思是指说 他的演技可能是 有一点进步哦 什么的 然后他就 他就对 然后 后来就 转过来嘛 拿给我看 然后我看到这个 雁云棒上面是两根 的时候 我真的不夸张 我就说两根 两根 然后我突然间有一点 脑子里面有一片空白 突然间有人搞不清楚 两根是什么意思了 这很奇怪啊 因为我已经看过 雁云棒好几次了 OK 所以其实我不应该是很陌生的 只是突然间 到了这个临头的时候 我还是有一点陌生了 就突然间有点 脑子转不过来 两根 两根是什么意思 诶 什么意思 我就搞不清楚 然后我还去 那个浴室里面 去找说 诶 那个说明书在哪里啊 我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 那个外包装 那个盒子 没有什么 诶 两根 诶 然后后来当然马上就发现 两根的意思就是 怀孕了 有baby了 然后我我我我我整个 蛤 蛤 蛤 的那种感觉 但因为 我不太知道 我该不该去信任这个 厌孕棒 原因是因为 前面经过的疫情 就是2020年嘛 经过疫情那么多年 然后大家都常常快筛什么的 有时候会常常出现什么 尾扬的状况嘛 对不对 新闻也在报道啊 然后 呃 什么的 就是他的准确率可能也不好 所以我我也不知道说 这个 所有的两根 他是真的是有了 确定 我现在就是确定有 还是说 也有尾扬的这种状况 就是 假假性的 好像好像有 但实际上是没有 所以我不敢 表现太多 我也不敢 说太多话 我也不敢太开心 呃 我也不敢 我这个感觉很复杂 然后我就说 呃 我们先不要开心太早 我 我们明天去妇产科 去检查 检查的结果为主 然后我们就 哦 好好好 OKOKOK 然后 呃 当然 虽然讲是这样讲 但是因为第一次 就是我的人生当中啊 我人生当中 从来没有让 呃 任何女性怀孕过 就从来没有过 这样子 然后 所以我 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然后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是我 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 然后靠着柜子 就这样子 洒汪汪的 然后好像失魂落魄的样子 然后一直就这样子发呆 两眼无神 然后我 我老婆跟那个 我的岳母就 就在那边笑我 说我的 这个姿态 这个样子 怎么看起来那么好笑 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是真的 我 我还在整理 我不知道 我还在想说 这是什么事情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 真的很难去想象 我真的 无法想象啦 反正总而言之 因为太久了 我们已经都 快 差不多 放弃了 不抱希望了 因为 中间就是 其实我对于 小孩 要不要有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是 挺 随性 随缘的 那 我这样子的 想法 当然是 很自然而然的 但 其实某种程度 对女生 是有一点 不负责任的 我相对于 相对来说啦 因为毕竟女生的青春 是有限啦 也跟健康 也有很大的关系 年龄 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 如果一直都这么说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其实有一点不负责任 老实说是这样子 我是以高标准来看我自己 别人的话 我没有要批评别人 如果你是 这个 一直说顺其自然的男性的话 放心 我没有要批评你 我是说我 对 但是 我确实是 有一点不负责任的 这样子说 就是我觉得顺其自然 缘分到 他就会来 或什么 那 结婚初期的时候 就是这样 那这个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双方都还很年轻 所以没有 没有问题 那中间有一度 嘟嘟 真的很想要 很想要有小孩 非常想要 他就是 如果没有 一直生不出来 他就会 心情不好 那 心情很差很差 类似这种感觉 那所以 从结婚 或者说 从还没结婚 然后到一直 到慢慢结婚 中后期 其实他都一直是 很想要小孩的 OK 那我的态度 一直都是 随缘 没关系 不急 我们也不强求 什么的 那 到中间 中期的时候 结婚中期 真的也是有点 被他逼急 因为有时候 我们难免会因为 这个话题 可能有吵架 或者讨论 比较激烈的时候 那 最后当然是 我 我觉得 当然是我妥协 因为我觉得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说错 他也没有什么 这也没有什么 对错问题 就是 我说 好啊 如果真的 希望用 做的 就试管的 那 我觉得也 没有问题 我一开始是 对试管 试管 其实我是稍微有一点 没有那么希望的 第一 当然是不想要 额外多花钱 我觉得 这个是 第一个 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我觉得 呃 我是比较 希望可以顺其 自然一点 就是如果他 真的是 天时第一人和 一切都对了 他自然而然 就应该会要来 如果他不来 那就代表某些东西 一直都不对 我自己天真的想法 那这个 嗯 大家不要参考 我的想法 然后 呃 大概就这样 然后 然后接下来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 那种心态想法 就真的觉得 为什么要这么 刻意的去做 这件事情 当然他也跟我解释过 呃 一些想法 原因 那 如果真的没有 要马上去做 试管 然后又一直 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要先 动软啊 或什么 这都是 可以去做选择的 呃 后来的话 我们就想说 好吧 那我也 其实我也妥協 我说好吧 那也可以 是 试管 好不好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就 我们就来 人造的 呃 非常 故意的来做一个吧 类似这种感觉 那 中间 后来就 呃 呃 刚好 我觉得这也是缘分 刚好 有一间 呃 这种 算是 人工 受运 的 所以 这叫 试管 人工 受运 嘛 对不对 呃 的厂商 有来找我们 那没有要付钱给我们 不是业配 但是就是希望 可以跟我们合作 然后 有一个这样子的 互惠方式吧 那 所以缘分 也来了 诶 那就 也可以做 OK 但中间有一度断掉了 呃 原因是 呃 中间 我们 呃 出了一点状况啦 可能就是 呃 我忘记是具体来讲什么状况 有可能 有两个方向 但我记忆 印象一直不太 我印象没有很深刻的原因是因为 呃 请大家一定要 也不是一定要 就是请大家原谅我的 的地方是 第一我记性症很差 第二是我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记忆力是特别差 所以我会特别去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记不得 我就是记不得这些这些事情 呃 很奇怪 对 所以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可能就是 诶 感情不好 吵架 这是有可能啊 啊 那第二个方向 可能就是 遇到了一些重大事情 可能是突然 接受什么样治疗啊 哦 或者是可能亲人去世啦 哦 还是什么的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中间有一度就断掉了 所以呃 这个人工失运就没有去真的去做 好 然后 到了一个段落 我记得好像是他的家人 哪一位 哪一位我就不讲 因为这个是他的隐私 或许他未来有一天会想分享的时候 他再自己讲就好 就是反正他的家人有一位就是过世的这样子 那中间我们要跑医院啊 他要干嘛 这样子 呃 很辛苦 然后还要帮忙处理很多的后事 非常麻烦 那也 他也撑过来了 然后后来就是 当然就是办 办他的这个伤力啊 等等这些东西 好也都处理完了 好 这一切都搞好了 但是心里面的一些伤痛吧 或者是感受可能还在 情绪还在 他还没有被抚平 那 呃 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 有点心思吧 算是不抱期望了 所以他就觉得 那不然就 养狗吧 这样子 那 养狗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就是 未来有机会细节再讲 因为真的 这一集细节太多了 我真的真的讲不完 反正后来就养狗了 OK 那我们就养了 很棒很棒的大宝宝们 这样子 然后 他们 真的很棒 很乖 然后 也很疗愈 也很可爱 就 我觉得 嘟嘟的想法 确实有 改变 就觉得 欸 其实 有被获得替代了 就是好像有他们 其实也够了 这样子 那 正当他 这样想的时候 缘分就 悄悄 悄悄的 来了 这样子 对 所以 呃 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然后 隔一天 我们就去 马上就去那个 妇产科 当地 我们当地有名的 一间妇产科 这样子 然后就去看 呃 心里是蛮忐忑的 结果 超音波一照 真的没照到 真的没有照到 真的没有照到 然后我们两个都傻眼 蛤 真的没有照到欸 真的完全没有 没有东西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就 啊 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然后但是有 厌尿啊 或什么的 那医生的意思是说 呃 看 某一些数据来看 呃 确实是有 啊 他这个意思就是有了 哦 但是有了有分很多种状况嘛 例如说 可能这个 什么 什么 体 这个体 这叫什么 体外受精吗 是是这个意思吗 哦 就是他不是在正确的一个 该着床的地方 去着床啊 或什么的 反正他有很多种状况 OK 所以现在还是非常出奇 非常出奇 还真的 就是确定 可以确定是有了 但是是哪一种有了 有的是他可能 欸 位置不对了 可能 呃 这个胚胎啊 本身没有很健康 欸 就自然就流掉了 欸这种事情是 呃 都是有的哦 有很高的几率哦 所以其实 也不用多想 不用想太多 好 所以后来就 我们就 好 那我们知道了 就那我们就 他就说 那隔个一个礼拜 那再来看 这样子 我记得中间好像还有说 要抽血 还什么的 呃 反正 都都是很怕抽血啊 所以我们就 改成 再下一个礼拜 然后我们再过来看 这样子 然后 不到下一个礼拜了 那这个 这个礼拜 当然是很难熬 因为我 我们不知道该放 什么样的心情跟情绪 在这上面 因为一切都是 没有尘埃落定 没有确定嘛 所以到底该 开心说 哇 我们是爸妈 我们是准爸妈了 还是 呃 什么样的心情 就真的很难啊 很难 那 蛮忐忑的 一周过了 然后 我们又再去看 蓝副场科 这一次 找到了 嗯 对 就是 在 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 然后 有了心跳 我们也第一次 呃 我忘记 算是第一次看到 他的这个 心跳 跳得非常快 我記得那個BPM應該差不多 不知道 180 190吧 不確定 很高啊 就蹦蹦蹦蹦蹦蹦蹦 然後那時候就 OK 終於了 沒問題了 我們兩個就有點鬆了口氣放鬆下來 回去之後呢 厲害喔 我們兩個 原本一直都是說 原本一直都是我說 哎呀 好好 沒關係 我們先不要想太多 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什麼的有沒有 不然會失落會摔得很重嘛 然後 我看完這個結果的時候 我覺得是確定 這個算是確定有了 然後但是蹦蹦 反而就不太踏實 他就覺得說 我覺得還是不要高興的太早 反而變他的擔憂 再擔心就覺得 可能還要再一點時間 然後確定他 能夠健康存活 然後我們再去 去覺得說我們 要當準爸媽了這樣子 反正就是這樣子 我們兩個都有我們 開心跟擔憂的時刻 那這個中間 我當然就開始去做功課了 去讀很多的書 可能什麼懷孕聖經啊 然後什麼 有一些實體書 我就 剛好有 不要 有人送啦 然後我們就 開始看啊 然後 這個懷孕的前期 中期 後期啊 然後每一個 時期 要準備的營養素 要攝取營養素 然後 要注意的地方是在哪裡 然後 不同的時期 有什麼樣不同的狀態 跟狀況 什麼的 就開始去做研究 去做功課了 嗯 這中間 我覺得 嗯 就 不是 對呀 你看我到現在 我還不知道該 該說什麼 就是我 我覺得 嗯 一路 中間還有很多過程啊 就 未來有機會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 反正我先把時間線 跳到現在了 嗯 現在的話 就是我們的 小孩就是很健康 然後 一切都按部就班 呃 該在什麼樣的週期 然後又 發育什麼樣的事情 完全都是非常健康的 一點毛病都沒有 從來沒有任何一次說 欸 這個可能有點疑慮喔 或什麼 就沒有 就是 健康到底 那什麼檢測我們都做了 就基本上 呃 除了羊魔穿刺那種 要侵入性的嘛 那 那 基本上 能夠去做的一些檢測 呃 我們基本上都 都全包了 就 我覺得 欸 也不是說 錢省不省的問題 而是 希望一切都 都好嘛 那 該給人家賺的 就要給人家賺 呵 然後 嗯 就 內 內心 我我自己本身的內心是 現在啦 我覺得 呃 很開心 然後 呃 很感動 很 很幸福的感覺 會覺得 真的 這一次 我相信 是天時地利人和都來了 真的 我就相信了 因為 我 我自己從主觀到 稍微 假裝客觀的去 分析了我們現在整體的狀況 無論是 呃 感情的這種 和睦的程度啦 或者是 呃 可能 雙方彼此的這種 成熟的 程度啦 呃 或者是 可能 學士啦 或者是 人生的價值觀 態度啦 呃 包括說 經濟能力 然後 還有日常的工作 或時間 等等等等 就是一切的東西 我基本上 我 該想的 能想的啦 我基本上也 也想過了 我真的覺得 嗯 以活到現在而言 我現在大概34歲 活到現在而言 我 基本上找不出 在過去這34年以內 有任何一個時間點 生小孩 比 我現在這個時間點 生小孩 還要來的好的 我 我基本上我沒有辦法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真的 現在 就是目前為止 我認為 最適合生小孩的時間 OK 這就是 這是我的 我最 我最終的結論 無論從經濟程度 成熟度 還是什麼 時間啦 或者是我自己的內 內心的一些 轉化心態 那當然 嘟嘟也有他的成長 跟 他內心的一些轉化 不過 我就不幫他贅述 然後我就 覺得說 現在就是最好的時候 就是 我不知道 現在不生 應該說 如果要提早生 哪一個時間點 會比現在更適合 完全沒有 零 基本上我真的找不到 就是又 你又經濟能力 又可以負擔 然後你又有時間喔 你又有時間可以陪他 教育他 然後陪他看書 陪他玩 然後 愛他 然後 自己的內心的那種 怎麼講 養育的那種心情都出來了 就是 那種氛圍都出來 就是你願意為他改變一些東西 你願意好好愛 愛一個小孩 你願意做很多事情 OK 然後自己的內心 可能或個性什麼 也改變了很多 不像以前那麼孤傲 或是什麼的 OK 就是 好像 好像真的好像 天時低 人和都來了 對不對 疫情也過了 2020的那種 那種 這麼嚴重的疫情 也過了 我 我再也想不到 就是更好的時間點了 難道是我 2017年就是 知名度很爆炸的時候嗎 那時候更不適合 整個心態都不對 整個 整個生活型態也不對 然後整個 工作 佔滿了我所有的心力跟時間了 我怎麼可能有心力去照顧小孩 去養小孩 去愛小孩 不可能的 你不要想太多了 不是說什麼小孩一生下來 你就愛他們 在我們家沒有這種事情 真的 真的 我自己是這樣想 別人家我不敢說 我們家我敢說 絕對不是這樣子 所以 現在的我 你看 這個 生活的作息 還是 習慣啦 還是什麼的 一切 基本上是 完全就是 I'm ready 的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我覺得 哇這太棒了 這就是我一直以來 這十年來 呃 九年多啦 九年啦 你要說 這十年是順口啦 你們知道就好了 這十年來 我一直在說的順其自然 就是這個moment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時間 就是這一次機會 我覺得這個是很 很珍貴啊 真的很珍貴 然後 也這麼久 這麼久 Sorry 這麼久 沒有 這個機會 就是 這個緣分 然後這一次 真的終於來了 哇 那內心的那種 感動跟想法 這真的完全不一樣 我都覺得說 現在還不敢這種講 但是 有這種感覺 就有這種感覺 是覺得說 我 有小孩 的我 即將要出生了 沒有小孩的我 差不多會死去了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就是以前的我 對不起喔 不好意思 那是以前喔 已經死掉了 那個不 抱歉喔 那不是我 類似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現在的我 是有小孩的 就是爸爸喔 那個不好意思 那個不一樣喔 所有一切事情都改變了 一切一切 我相信 可能 或許我有一些聽眾朋友 是 已經有小孩的人了 所以 我相信 我相信你們能 一定能夠 感同身受 或者是去理解我 內心的很多的想法 跟 跟變化 那還沒有生小孩 或者是不打算生小孩的朋友 也沒有關係喔 完全沒有關係 現在很多人都 會打算不生小孩的 我 對此是完全 OK的 反正 呃 就 對 然後後來我們去 有趣的去 推算了一下 就是 欸到底是什麼時候 懷上的 我們 呃 目前是認定啦 是 我們的小孩是 群馬寶寶 那什麼是群馬寶寶呢 就是在群馬製造的啦 哈哈 Made in這個群馬啦 呃 呃 如果有些人不知道群馬是哪 群馬就是日本的一個 一個 一個縣市這樣 一個地名這樣 群馬 然後那邊很可愛喔 那邊他們的那個 你知道日本很多 地 地方啊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吉祥物 然後他們的吉祥物就是 就是馬 對 就是你可以想像到的就是馬 然後那邊 有出了一些很有名的一些什麼烏龍麵啊 或什麼的有沒有 然後我們還買回來喔 總而言之就是 對 我們 誕生了一個 欸還沒誕生 不好意思 這個 生 呃 製造出了一個群馬寶寶 然後他呢 在 出生之前 就已經 這個四處遊歷了 啊 從 這個群馬啦 東京啊 呃 上海啊 香港啊 然後 呃 接下來還有一些旅行的計畫 呃 未來有機會再跟你們分享 就已經開始在旅行了 嗯 不錯啊 從小就這個 像是遊 遊歷四方啊 挺好的 呃 原本我們從 呃 上海回來之後 有 還有兩個 旅遊的計畫 都是在日本 好像是熊本啊 還是 還有東京 這樣子 但都是 都為了這個 懷孕這件事情 就取消了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還特別不能諒解 你知道嗎 就是我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他 他 他的時間很難約 然後他 呃 特地就是 幫 排出了時間 這樣 真的是特地 我感覺出來他可能真的 很努力的排了時間 這樣子 然後就排出來這個時間 好我們說好要一起去旅行 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們就說 抱歉我們不能去了 因為當時候還沒有 就是滿三個月 所以我們 沒有跟人家講 然後他就很不能諒解喔 他就覺得說 喔 不是 我都時間了 我都排出來了 然後你們才講說不要去了 喔 當初我就不應該答應 喔 天哪 什麼的 就對他也很災難這樣 因為他原本是不想去 那我們就說走啦 我們就衝了啦 就一起去耶 一起去玩啊 什麼什麼的 就在那邊慫恿他 然後他最後終於被我們慫恿成功 然後就好啦好啦 然後去排時間 然後真的排成功了 最後我們又說我們不去了 所以他當然不能諒解 然後我們又不能講 所以 後來我們 我們那個時候還跟他 這個 FaceTime 他一臉就是不高興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喔 幹怎麼辦 我們不想他不開心 但是我們又不想要說 真的提早公佈 然後我就 我們就陷入很兩難的一個地步 然後後來就覺得說 好啦 我覺得 欸 我覺得如果是好朋友 就應該要互相提諒啊 那我們也能夠提諒他 心情真的會蠻不好的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 我說 我們就說 好那我問你就是 有什麼樣的原因 跟理由 是你可以接受我們不去這次旅行的 是 是什麼原因 或是什麼理由 你哪一個理由 哪一個原因 你可以接受 他就馬上第一個就直接講出來了 他就說 我不知道欸 除非是懷孕 不然的話 對啊 我覺得我們 那種感覺 然後 我就 然後我們兩個 我跟都都就 用一個很詭異的笑容嘛 他說 不會吧 真的是喔 欸欸欸 欸 真的是嗎 真的是嗎 這樣子 然後我們不能說是嘛 OK 然後我們就說 我覺得你的猜想是非常有道理的 然後他就說 欸 欸對欸 好像是 好像這個台灣 有一個習俗是說 這個 懷孕三個月不能講 胃滿三個月不能講 然後他就意味到說 喔 原來是這樣 他就 他才比較沒有那麼不開心 不然他原本真的是 整個低氣壓起來 你知道 傻眼的那種 然後 額 順便 聊一下好了 就是說 為什麼 懷孕三個月 胃滿三個月 就不要講 不能講 為什麼會有這個習俗 原本我真的以為只是習俗而已 後來我是看了書 之後我才知道 因為我就是看那個 懷孕聖經嘛 那那本 這本書呢 他不是台灣人寫的 他是 呃 法國人寫的 OK 那法國人寫的 然後他裡面 同時也提到說 還 還沒滿三個月的時候 其實 也是建議說 不要就是 糟糕天下 這樣子 那為什麼 喔 原因就是因為說 那 胎兒 或者是這個胚胎 他在前三個月的時候 真的不太穩定 喔 他還沒有度過他的穩定 還沒有 度過他的危險期 他還是處於一個 相當不穩定的狀況 那有多不穩定呢 也就 就是 他大概有25%的機率會流掉 也就是四分之一 沒有錯 沒有錯 非常 機率非常高 真的很高 然後 四分之一的小孩 會流掉 也就是說 當四個人同時 懷孕或一個人 懷孕四次 有可能 辦法機率 有一次是會流掉的 有一個小孩 會 會流掉 那機率超級大 我原本 在沒有讀書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 我原本以為 真的只是一種習俗 然後一種 傳統或什麼的 我真的沒有多想 我是看了那個書之後 我才知道 喔 原來真的不能講 不能講的原因 是因為你這個 還不 這個前三個月 你真的還不穩定的情況下 你已經糟糕天下了 結果 其實你這時候 流掉的機率還很高 有四分之一的機率會流掉 你萬一一流掉之後 那你要 你 就是 你會造成自己的困擾 也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因為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 然後 一個一個的 再好好地跟他們講說 不好意思 流掉了 什麼什麼的 那你們自己也很難過 然後 別人也很難過 那 沒有這個必要啦 搞不好 有些 熱心的一些親友 搞不好都已經開始準備禮物了 對不對 就是 也不想造成別人的困擾 也不想造成自己的困擾 所以 前三個月的時候 真的不要講 除非 是你的這個 你需要講的對象 例如說 可能是 你的 工作的上司 老闆 你真的要請假啊 或是什麼的 沒辦法這要講嘛 對吧 或是說你的 可能爸爸媽媽 這常常 蠻close的 就是你們 有一起住啊 或者是一起飲食啊 或幹嘛的 那個 真的要講一下 或者是 要做好一些 預先的準備的東西的時候 可能要講 要不然其他的話 盡量都不講 那我們 確實也是 就是按照這樣子的一個傳統 然後就 真的這樣做 對 好開心喔 跟你們分享這些東西 就 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該不該講 我對於小孩的這種想法 在 同一集 我不曉得 但分 再分下一集好像有點怪喔 嗯 好 我講一下好了 就是 我其實對於 養小孩生小孩這件事情 其實是沒有什麼看法 最早的時候其實是沒有什麼看法跟想法 就是 我其實沒有在想這件事情 OK 那 後來慢慢 當然就是 也結婚了 然後 開始可能會往下一步走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喔 稍微想了一下之後 覺得順其自然就好了 但我其實一直不知道我在抗拒什麼 其實我某程度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有在抗拒的 我在抗拒說什麼生小孩什麼 其實我聽到什麼要計畫生小孩 或者是要生小孩 其實我覺得很煩 我覺得很煩躁 我心情不好 然後 在我沒有小孩的時候啊 我的朋友 或身邊的人啊 什麼的 要是說 他們要生小孩了 或是有小孩什麼的 我跟你講 我一律我都不能同理 我沒有辦法同理他們 對 就是無論他們是 因為小孩的關係 所以可能餐廳不能吃麻辣火鍋 那要是我的話我就覺得 喔那沒關係 那我們不要約好了 就是我會有這種想法 我真的完全不能同理 原因就是我覺得 要不就不要約 那要不就是 要約的話 那就是當然是要吃 我們大家都想吃的東西 沒有道理 因為你有小孩 所以我們要 特地選一個親子餐廳 然後 因為親子餐廳的食物 大部分都可能沒有 真的那麼好吃嘛 沒有道理 要餵了這個東西 然後去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 那不如不要約吃飯 我們可以約別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我的意思是這種 就我沒有真的無法同理 然後 朋友 生小孩 就是我也不會去想到說 喔我要準備一份 什麼樣的禮物 因為我對小孩一點概念都沒有 我不知道小孩需要什麼 我也 不知道 懷孕或者是 家裡面突然間要有 要生小孩了 或有一個小孩了 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情 或什麼感受 完全不知道 我真的是 真的是 零 然後我也沒有 意願跟興趣想要去了解 真的會有這種感覺 然後 對於小孩的東西 我一概不知 一概不懂 類似這種感覺 對然後 鋼鐵直男對不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這樣子 假拍誰 假拍誰 然後 呃 甚至說 小 就是那個 就是可能 身邊的人生小孩 他說 欸你要不要抱一下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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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抱 因為我不想抱 我不想抱的原因是因為說 我怕會 我會有菌 會有什麼菌啊 病菌 或者是 有傳染給他 或者是 我可能抱的姿勢 可能不好 或不對 所以說可能讓他不舒服 或者是造成他的傷害啊 或什麼的 可能 壓到哪裡啊 扭到哪裡 還是 不小心摔到 我 我覺得我負擔 我負 嗯 我負責不了 所以我一直很抗拒 那內 我其實一直不了解說 我為什麼那麼抗拒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說 就是我 中間其實 後來啊 就是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 呃 修這個 心理跟心靈的東西嘛 然後去了解自己啊 然後 等等的東西的時候 所以我有慢慢 越來越了解自己 然後 後來其實我有發現 我對於生小孩 蠻抗拒的 或者是說 對於 小孩子蠻抗拒的 就是 因為 呃 我的 我覺得我的 童年 過的 過的不好 然後 我的爸爸媽媽 給我的東西 嗯 都很不好 欸 不能講都很不好 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樣講不公允 因為沒有到 100% 不好 而是 我主觀印象當中 有很多東西是 我覺得不好的 就 我覺得我度過的是一個 呃 是一模一樣的苦 我很害怕這件事情 我怕死了 我很怕說 他要 被人家看不起 他 因為貧窮 因為沒有家教 家裡面沒有人 真的沒有家教喔 沒有 沒有人養 沒有人教 沒有人陪 所以他也 不懂得什麼是愛 他也沒有愛 呃 沒有被好好的對待 沒有人關心你 沒有人愛你 然後 你就四處流浪 當一個長小孩 然後被別的家長 說 你 你怎麼沒有衛生啊 怎麼那麼髒啊 你怎麼那麼 你怎麼那麼 沒有家 家教沒有教養啊 然後 呃 到處去 到處 都是 大家都因為你 你的貧窮 然後 也看不起你 然後 呃 你在同儕之間 也 也被 也被看不起 因為你很 你很多條件都很差 都很弱 那 然後盡了 因為環境不好 沒有人關心你 沒有人愛你啊 對不對 所以 不要說什麼那種 什麼才藝啊 什麼的 什麼豬心 不要說什麼豬心算 什麼吉他鋼琴 小提琴 還是什麼畫畫 什麼那種才藝的那種 你全部都不 不會 原因是因為你根本 你家根本沒有條件去 去去讓你學啊 你根本不給你機會啊 你根本 所以你根本沒有機會學 什麼學音樂 學學舞蹈啦 還是學什麼 完全沒有機會嘛 因為就是家裡沒這個條件給你啦 然後 所以你跟別人比的話 樣樣都輸 語言也輸 什麼都輸 然後 也沒錢 家裡也沒錢幫 過新年 家裡也沒錢幫你買新衣服 然後你要穿舊的 你要穿什麼 什麼 什麼親戚留下來的 哥哥留下來的 還什麼的 然後那些都 就不是你喜歡的啊 然後也可能也是舊舊的了嘛 或什麼的 然後 也因為這個 環境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養成你不好的 的 的 的習慣 或者是性格 所以 可能人家覺得 喔你是不是 這個 壞小孩啊 不聽話啊 不乖啊 頂嘴啊 反骨啊 還是什麼 那個 怎麼 驕傲啊 然後不願意分享啊 然後 還有什麼 就會變成你身上有一大堆缺點 但實際上 很多東西都是 你 很多東西都是 你這個環境養成 養成給你的 然後 你再被拿來責怪說 欸 你怎麼長成這樣 類似這種感覺 就 我會覺得 我會有太多投射的東西 在這裡面 我 我真的不想要 我真的不想要我的小孩 是 像我這樣子的長大 或像我這樣子的童年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 我會寧願一輩子 都不要生 絕對不要 我不想讓他們承受這些東西 然後 長大了之後 要 要花很多的時間去 療癒 治癒這件事情 很多心力 很多時間 很多錢 來去治癒這件事情 來去處理這件事情 我不希望他們承受這些東西 這個 雖然我 現在過得 蠻好的 然後 一直都 在成長 也在進步 然後 我覺得我自己有 越來越好 就越過越好 然後 也很努力在 嗯 在調整 在修行 修行自己 這樣子 很努力 所以其實很好 最後的結果是好的 有可能是好的啦 因為現在還那個 我的人生還沒結束嘛 對 但 這中間的過程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 真的會有這種感受跟感覺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有多少人會跟我有 類似相同的感受 會覺得 因為自己 以前的童年 可能過得不好 所以你也不想要生小孩 原因是因為 你不想要讓你的 小孩跟你過一樣的日子 對 那 這是我最 我覺得我抗拒 小孩最大 最大的 問題 我 我自己個人 這樣子認為 但 我其實現在都已經想開啦 我現在其實都想開了 我的心態跟我的很多東西都調整好了 調整得比較好 然後也 跟內心的自己也和解的很多啊 所以其實 到後半段的時候 我的 婚姻的後半段 就比較能夠 理解這些事情 然後比較 看得開了想得開了 就願意生小孩了 呵呵 類似是這種感覺的 那這就是我的一個 想法的那個轉變啦 然後 到現在啊 我其實 因為也是近期嘛 這 近期就是 真的也是 跟大家公開 就是 我們有小孩了 這樣子 那 那 當然 受到很多 觀眾 來自觀眾 來自朋友 然後來自粉絲 的祝福 其實我內心是 超級開心 超級感動 但我 我不敢展露出來 因為我不想要讓你們覺得我得失心很重的樣子 但我其實超級開心的 我好開心 對對對 因為我就覺得 很謝謝你們的祝福 我覺得這些祝福 對我們而言都很重要 對我而言很重要啦 然後 朋友有的時候 會送一些小禮物 就是可能那種 不知道那種 那個 反正就是一些小禮物嘛 就是小孩子要用 會用到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喔好感動 謝謝你們 對謝謝你們 因為你們在生小孩的時候 我是沒有送你們禮物的喔 因為 因為當時候我 很抗拒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也對這些東西都很無知 就真的不知道 該怎麼辦 然後謝謝他們 不計錢錢這樣子 然後 還送我們禮物 然後還祝福我們 這樣子 很開心 我就很感動 對 然後 其中有一個 朋友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也是有 喝一點酒啦 我就是 外國朋友 然後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平常的時候 就比較少喝酒了 但是 有時候接待外 外國朋友 或是跟外國朋友 就是久久見一次面的時候 哇 這個我們一定要 好好的這個 喝點酒 出席常談 哇 很開心這樣 其中有一位 這外國朋友 他就 我們也是喝了有一點 有一點感覺了嘛 就可以講一些 心理話嘛 對不對 然後 我就說 我就跟他分享了我的想法 就是我 我真的其實 以前我是很怕生小孩 原因是因為 我很怕 就是 就是像我剛剛跟你們講那樣子 就是一種 不好的傳承 這樣子 傳承到我的小孩 那我當然是很 很不樂意的 對 然後我 我朋友 一聽完之後 他就說 聖姐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想那麼多 真的 你不用擔心這點 你跟你的爸爸媽媽 已經差很遠了 你已經改變太多事情了 差太遠了 所以你所擔心的事情 不會發生 也就是我剛剛說的那種傳承 那種不好的傳承 然後你是沒有人要的 你是沒有家教的 你是 然後很低自尊心的 然後 好像吃口飯都要跟人家 要的那種 那種乞討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一直有這種乞討感 真的真的 然後 我很擔心這些東西會傳承 他說 真的不會 這些東西不會傳承 原因是因為 我就 因為我們認識很 我跟這個朋友認識很久了 也是差不多十 十年了這樣子 他說十年以來 現在我們看著你一路的 這樣子的改變跟突破 成長 學習 茁壯 然後一路的 又這樣子 一而再再三的改變 成長 改變成長 改變成長 你早就已經不是 以前的那個你了 你不是小時候的你了 早就不是了 你也不是十年前的你了 哪怕只是 哪怕是十年前的你 都距離現在的你 已經很遙遠了 何況是什麼 五六歲的你 那天差地遠 而且 你以前 你們家裡面的這個經濟條件狀況不好 你現在的經濟條件狀況不好嗎 我說 當然 當然是天差地遠 我現在 我現在的經濟條件狀況 然後 或者是整個身心靈的狀況 然後時間的狀況 跟 以前我的家庭給我的東西 天差地遠 遠到爆炸那種 就是完全無法想像的遠的那種 我是確實 對 因為雖然有喝了一點酒 但是想想 對啊 確實 確實差很遠 就無論從哪一個角度 哪一方面 都差太遠了 但是我 我自己本身我是本人啊 所以我有可能會意會不到啊 我即使 再怎麼假裝自己 就是客觀的去看 實際上我還是主觀啊 我還是會害怕啊 對不對 我就是會害怕那種那種感覺 害怕那種被人 被人看不起 然後被人丟來丟去 然後沒有人愛 沒有人關心的那種感覺 我還是會害怕啊 我就是害怕 對 所以我當然沒有無法真的 又更更更更客觀的去看待 這個關於小孩的這件事情 但是我這個朋友 他以他外外在的人來看待我的時候 他覺得他覺得說 哇 我理他理解我為什麼會擔心這些事情 他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他一定要很強調的告訴我 不用擔心這些事情 因為已經差太遠了 就無論你的知識 你的學識 然後你的你的 呃 在身心靈上上面的修煉 在身體的狀況 還是時間的狀況 經濟能力條件 然後anything 任何一切 都跟你原生家庭差 已經差非常遠了 覺得真的不會這樣子 這樣子這樣子遺傳 對 他就是 給我很大的一個信心 跟鼓勵 我內心是很感激 就雖然說我們那個時候 可能 我覺得可能對他而言啦 只是那種大家喝了一點酒 然後在那邊 you know 就是 講講幹話 聊聊天 然後什麼 講一些那種 大家比較deep的一些內心的話的時候 當然也是 當然 當下是很認真的聊天 但實際上我們都 如果以清醒的人來看 我就是一群醉漢在那邊 瞎講一些東西啦 有可能是這種感覺 可是 對我而言是 很感激這段話 他真的提醒了我 他真的很認真的提醒到了我 我 我其實真的不用害怕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不會發生 所有壞的不好的事情 真的都不會發生 不是所有啦 但是我擔心的那些不會發生 對 因為我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 所以我花 而且我很願意 花很多時間 好好的去上課 去學習 去看書 無論是看影片 看文章 還是什麼的 Anything 我可以有更好更好的方式 來去好好的跟我的小孩 一起成長 養育他 然後 一起長大 一起學習 我願意花很多的心力跟時間 在這上面 我 我覺得 OK 對耶 就是 謝謝他提醒我 我不會 我不會像 我的 我的原生家庭 我的爸爸媽媽這樣子 OK 終於 OK 所以我 你知道嗎 那個鬆了一口氣 我在那一次的談話過後 我基本上 我就已經不會擔心這件事情了 很少了 真的去除掉 真的很多很多 我的 我的一些 一些 憂慮 跟一些焦虑的事情 去除掉了 對呀 老實講 我 我不差 我很好 我可以帶給我的小孩 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 Anything 絕對是數倍 數倍起跳的這種成長 當然是 沒有問題的 所以 在那之後 我就 整個心情就舒緩很多 然後 放下心中 一個蠻大的一個 落石 就 喔 對 放心了 然後接下來 剩下來的 就只是 開心 幸福 很滿足的感覺 然後 然後 當然 我們還是會 去 憂慮 或去擔心說 未來的一些東西 可能要很多東西 都要提早幫他去做一些準備 或幫他有一些 一些選擇啊 什麼的有沒有 都要幫他去做好很多功課 例如說 幼稚園啊 對不對 你還想到幼稚園去了 孩子他還沒生啊 真的啊 已經開始想到幼稚園 國中 幼稚園要讀哪邊 國中 高中 然後什麼 要不要出國讀書 要不要什麼什麼 已經開始在鬼王 太遠了 已經太遠了 對 然後 當然 近一點的也有擔心 那個 奶瓶要用哪一個瓶子啊 對不對 要用哪一個牌子的 然後 這個 嬰兒的床啊 推車啊 什麼的 要用哪一些 有啦 近一點的都會擔心 都會討論 只是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為什麼 花錢就可以解決了 大部分的 小孩的這些東西 花錢就可以解決了 就是這種 買東西啊 那當然 不太能 花錢解決的東西 可能就是一些 呃 當然 我也會 再去做功課 因為像我現在 right now 正在看的 這個 呃 Netflix的這個 紀錄片 就是關於嬰兒的 他們對於嬰兒的 有更新的一些 研究跟想法 的紀錄片 OK 所以 我現在正在看這個 就 像 我講一個 呃 比較酷的 好不好 就是裡面都講很多啦 很酷的東西 他裡面就提到說 其實嬰兒 在你的 你的baby 在你 在媽媽的肚子裡面的時候 在養水裡面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游泳嘛 他就有 類似爬行的 游泳的那樣子的一個姿態 OK 所以其實 但是為什麼 呃 小孩要差不多到 呃 好像 欸我忘記是四五月還是七 還是七八月的時候 才會去做 呃真正很好的爬行 那這中間的 為什麼 呃 這中間的這七八個月的時間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中間這段時間 沒有辦法去做爬行這個動作 是因為 這個肌肉沒有沒有還 肌肉跟骨骼還沒有 呃發展得更完全嗎 還是什麼 是不是在腦神 是不是在腦 腦部 神經來說 其實他已經具備這樣子的能力了 OK所以他們就真的去做了一些實驗跟實測 然後去幫去特製了一個 baby的一個滾輪滑板 OK 然後他們真的去做測試 發現 baby真的出生第二天而已喔 第二天真的是手腳完全都沒有力氣吧 對吧 就是那種真的是很 很new很new的那種 那種那種鷹鵝很嫩的 完全沒有什麼成長 然後 欸對不起 什麼完全沒有成長 不好意思 就還沒有長大的喔 然後他們就把它戴上之後 發現說 鷹鵝真的會爬行 他真的有移動喔 有的時候真是移動到一整張床的距離這樣 真的會移動 會爬行 會移動 只是沒有很明顯 但是實際上確實有這些行為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代表說 其實鷹鵝的 他的腦神經還有 他的腦部還有神經啊 在爬行這件事情上面 他其實已經具備能力了 那為什麼還 為什麼要等到可能七八個月 還是四五個月 欸對不起那個月份 我有點忘記 你們就 稍微原諒我一下 我們先假設他是七八個月 為什麼要等到七八個月後 他才能夠真的爬行的那麼順利 原因其實只是因為肌力 跟骨骼等等這樣子的關係而已 其實他的這個活動的這個能力 還有他的這個腦神經 腦部這些東西 其實他都有很 已經都具備這些能力 類似這些比較前沿一點點的研究 剛好在看這個 這個 這個Netflix的這個紀錄片 找時間把它看完 因為還蠻多集的 我覺得這個蠻不錯的 就我也會 一樣還是會做很多這樣的功課 一樣還是會 對未來有很多的 呃 焦慮或看法或想法 但是減緩很多了 因為我覺得就是 這個 這個 冰來降檔嘛 水來水來吐煙 也就只能這樣子 OK 反正 今天的這集Podcast 我相信你們可以聽得出來 某種程度我是 對於 有小孩這件事情 感到非常非常歡喜跟開心 但是 就是 也伴隨著一些憂慮跟不知所措 還有焦慮 但是呢 現在是已經 憂慮跟焦慮的東西已經去了一大半了 現在就是好好的去 規劃未來的一些細節的一些東西 其實就很棒了 OK 這是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 就是我的 呃 對於 有小孩的 的這一份心情的 比較完整一點的說法 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你們有一些 呃 呃 問題 歡迎你們問我 OK 因為呃 今天 呃 這個 呃 今天長度的關係啦 時間長度的關係 所以 大概就到這邊吧 那 我知道有一些人已經有留言給我 甚至有一些人有私訊給我 很棒哦 私訊的一大篇給我 然後給我很多的feedback 我覺得很好 好 那下一次我們再來討論 好嗎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了 呃 祝福大家都 身體健康 然後平安 然後也謝謝大家的祝福 恩 聖結實話實說 我們 下次再見 拜拜